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拉克曾在两星期前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称 这个地方将会被烧毁 他还表示 自己认识克拉克已经很多年了 克拉克一直威胁要使社区陷入危险境地 米利根表示 他对待克拉克的态度非常谨慎 他一直避免来到克拉克居住的奥兰治峡谷 不过克拉克两周前还是来到米利根的家 他曾对克拉克说 你走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米利根又说 克拉克开始还很有风度 随后骂了我又转身离开 还引用圣经的句子 据了解 第二天 米利根收到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神秘短信 随后他给这个号码打了电话 尽管峡谷里信号很差 他还是听出了克拉克的声音 电话中传来 这个地方将会被烧掉 米利根质疑道 他曾向警局办公室和美国林务局汇报这一情况 他们为什么不回应 我一遍又一遍地报道这件事 据报道 现年51岁的嫌犯 名叫弗雷斯特·戈登克拉克 目前被关在奥兰志县监狱 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出庭 根据刑事起诉书 他被控两项纵火罪 威胁犯罪 拘捕等多项罪名 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临见火灾现场的房屋受到威胁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美国当地时间6日下午 这场大火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燃起 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目前森林公园内火灾面积已达9600英亩 约合38.85平方公里 当地有2万名居民被迫撤离 这场火灾也让当地的华人社区受到影响 据乔报报道 家住在圣吉姆峡谷附近的华裔居民表示 6日下午收到紧急撤离的通知 当地不少华人的房产靠近山火地带 受到火势威胁 但水火无情 民众只能撤离 小孟给 ihr看 以后去准备 ук佈给你 准备 很听便利 跑快乐 参加快乐 是20 qk 噉 bue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